好,各位同學,那我們從第二段開始 那剛剛前面在第一段我們提到了一個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就是世界上只剩下最後一棵樹 如果你要看世界上最後一棵樹,你必須走進博物館裡面 OK,那我們來從第二段開始 So it may be distressing to imagine, but this nightmare may come true someday If human activity continues taking its toll on forests OK, distressing 叫令人沮喪的 So it may be frustrating, 同學你可以幫我替換 It may be frustrating to imagine OK,所以呢, 令人, 就是想像起來這件事情其實是令人非常沮喪的 But this nightmare may come true 但是這樣子的噩夢可能有一天會成真 來這裡的someday 各位some不要都翻一些 它有時候後面接單數名詞的時候 它有某個某種的意思 所以或許有一天某一天這個夢魘是會實現的 如果if human activity continues taking its toll on forests 如果人類的這些活動呢, 如果人類的這些活動呢, 持續的對於生靈製造出破壞 所以這邊幫你替換的一個片語, 你也可以寫下來 Cause harm to forest So continues causing harm to forest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 Trees and forest are not only the earth's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but home to millions of plants and animal species 來, 同學, not only, but also 先畫起來 有沒有看到 not only, but also OK, 這裡的 also省略掉了 然後所以同學你可以自己把 also加上去 所以他說樹啊、森林這些東西 不僅僅是地球上面對抗氣候變遷的第一道防線 first line of defense 來, 這裡的defense就是保護的意思 防禦 OK 防禦誰呢, 防禦氣候變遷的第一條線 所以這邊他提到了樹和森林的地位 第一個他是對抗氣候變遷的第一道防線 Climate change 同學你要特別去, 前面是不加任何冠詞的 所以像氣候變遷或者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這樣的字眼前面都是不加冠詞的 所以不要加上了, 加上了是不對的 所以他是對抗氣候變遷的第一道防線 而且也是數以百萬劑植物和動物物種的 加來, be home to 這個叫什麼什麼的棲息地 什麼什麼的棲 棲息地 所以數以百萬劑植物和動物物種的棲息地 好 同學這裡又出現了Millions OK 要特別注意Millions如果加了s 他通常會加off OK 代表數以百萬劑的 那如果你Million, Hundred, Thousand 前面這些數字 我們就不會和解析詞off連用 這是我們國中學過的東西 我這邊再幫大家複習 So trees absorb CO2 and generate oxygen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所以他樹啦會吸收二氧化碳 並製造出氧氣到地球的大氣裡面 Generate叫產生或者是製造 Oxygen是氧氣 所以他會吸收二氧化碳 並突出氧氣到我們的地球的 like atmosphere叫大氣裡面 So they also provide a perfect ecosystem for various species to live in harmony 那這些樹木呢 也提供了非常完美的 like ecosystem 它其實是個縮寫 它其實可以寫成ecological system OK 生態系 OK 所以他也提供各式各樣的物種 這個所謂的生態一個非常好的生態系 一個環境 like various叫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 你可以寫成all kinds of 啦 或者是a variety of 什麼 所以提供給各式各樣的物種非常好的生態系 to live in harmony OK 和平共處 Humans however have cleared millions of hectares of forests to achiev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growth for centuries They have intentionally set fires set forests on fire in order to earn larger profits from farming, agriculture and mining 但是各位同學 句子和句子中間如果出現的however 代表語氣上面的轉折 也就是說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跟前面要講的事情 其實是有抵觸的 所以前面不是提到了 這些樹木其實提供給各式各樣的物種 非常好的一個生存的環境嘛 但是OK 人類呢 卻清理了 卻砍了很多數以百萬公頃來 Hectare 公頃的這個數以百萬計的公頃的森林 為了要達到所謂的經濟以及工業的成長 OK economic industrial growth for centuries 好來首先第一個重點同學 這裡的for centuries for加上一段時間 這種看到這種for加上一段時間 我們的時態一定要用完成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前面用的是have cleared OK 所以好幾世紀以來人類呢已經清除掉了數以百萬公頃的森林 為了達到所謂的經濟和以及一些產業上面的成長 So they have intentionally 來 intentionally 這個我們在第二課 其實有學到on purpose嘛 其實它就是等於on purpose 但同學你要特別注意如果這邊你要替換on purpose 我們會放句位 OK嗎 或者那時候我們在講這個片語的時候它的英文解釋有出現這個deliberately OK 你也可以換成這個字 OK so they have deliberately set forest on fire OK 所以呢他們可以的故意的放火燒這個森林 來set something on fire OK 這個叫對什麼什麼放火啦 所以他們就對森林放火為了要賺取更大的利益 in order to earn larger profits 那從哪裡呢 Profits from farming agriculture and mining 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看到這三個字 Farming agriculture and mining 其實就要對應到課本出現的這三張圖 有沒有 所以其實回到剛剛講的就是課本裡面除了文字的部分 圖表啦 這些照片啦 基本上它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所以在你還沒進行文本閱讀時 如果你先看了這些圖或者是看了一些表格 你其實就可以猜測出這個文本 可能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再回來 所以啦 為了要賺取從這些畜牧農業 或者是採礦業呢 賺取更大的利益 他們刻意放火燒了這些森林 最後一句 Deforestation truly is a global crisis 來 Deforestation 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中間有forest 有沒有 前面的字首 第一通常有下降的意思 所以 Deforestation OK 就是把 森林 砍掉的這種行為 OK 所以你可以翻作爛啃爛罰 所以爛啃爛罰呢 真的是全球的危機 好 所以這一段呢 提到了就是 樹木的重要性 和森林的重要性 它可以防禦氣候變遷 然後它是很多物種的棲息地 但是人類呢 卻選擇破壞它 為了獲取更多經濟上面的利益 OK 那這一段我們就先